本来应该是这样子 公仔模型的头断成两节螺丝顶外落 已经与身体分离 还有米宝宝装置艺术上头的筷子被折断 米粒也被拔掉 艺术家新鞋惨遭破坏 这是台东关山镇农会的米国学校 农历春节廉价游客不停歇 业绩成长将近六成 但校长却发现园区内许多装置艺术品 统统惨遭破坏 本来都是满满的花 就游客就会走出一条道路来 连美丽的向日葵花海也遭受波及 为了拍出自身花海的感觉 反而被游客隐身身踩出一条康庄大道 虽然乐见观光人潮 但园区相对遭到破坏 让学校校长好无奈 印证了路是人走出来了 这比较可惜 那我们也不是要怪游客 呼吁说游客来到这里 真的发挥一点功德心 把好的东西能够保留下来 校长再三呼吁就是希望民众欣赏之余 能够一起爱惜 让自己和下一个游客 都能欣赏到 米国学校最漂亮的样貌 借许路华文俊台东报道